日本軍防軍會 這是當時的脈座搶片 在大轟炸期間 斷斷續續拍了三年 日本軍防對我國的侵略 一天不停止 我們的抵抗 也一天不會停止的 工作人员跑遍了重庆的拍卖行 打造出真实的豪华场景 杀青后连续放映了两个多月 据说就连蒋委员长也看过三遍 记住 谁敢在范先生面前说句坏话 我就要他的命 饰演老鹰的是刚刚去世的老演员王爵 这个亦震亦邪的角色让他过足了戏影 在七十几年后还是记忆犹新 我还记得一个 我的一扫 全部是桌上酒瓶 发大提醒 结果一扫的话 手指头碰点玻璃 出了血 接着一个大灯灯泡爆掉了 跟我走 老鹰逐渐了解了日本人的阴谋 决定打游击跟日寇周旋 集贯东北的王爵因为这部电影 再次勾起了思乡之情与抗战时军民一致的奋战决心 日本人这样压迫 这样欺负中国人 我一定要爆 不要吃我们国家 我记得临走的时候 以前我母亲在那里 一边掉眼泪一边 封口袋 真可以说是低开通手 我还嫌疑 感谢观看